下午好,今天是2023年10月30号,星期一,一下是今天的1688澳洲晚报 上周午晚,悉尼西区发生一起车祸,一名男子被肇事车辆拖行数米之远 随后司机驾车逃逸,事故造成一名男子死亡 事故发生在Holm Bush West,目击者透露受害者被肇事车辆拖着行进了几米远 然后摔在地上,现场一片血迹 警方呼吁民众提供有关司机的相关信息,肇事车辆是一辆黑色三菱汽车 近期,一项调查揭示了澳洲留学生毕业之后在澳洲的工作现状 数据统计显示,只有55%的留学生从事全职工作 大概40%的留学生从事低技能工作 其中大部分从事零售、接待、保洁、司机等工作 11月1号开始,澳洲一种治疗心力衰竭的常见药物 被纳入澳洲药品福利计划PBS当中 患者所付费用减半 这种药物叫做Jardians 可以减少20%以上心力衰竭患者的住院率和死亡率 以下再来关注1688澳洲新闻网今天的五大热点资讯 以上就是今天晚报的全部内容 感谢收看,更多新闻资讯 请关注1688澳洲新闻网